这一幕发生在一个发达的地区 吴州市的长新县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应该 说的是一位88岁的老人 带自己80岁的老伴去医院看病 老伴是胃痛 但是挂的是急诊 而急诊费居然要700块钱 88岁的老伴身上只有500块钱 那差200元 正准备回家去取 88岁的老人来回跑 旁边的病人可看不下去了 主动提出扫我的 垫付了差的费用 这种事情发生在湖州 我觉得太不应该了 虽然大家都在表演 这位年轻人的赞助之举 但是医院难道就不应该免除吗 都这么大年龄的人来看病 这个急诊费付不上的时候 能不能宽限一下 让人家先看病再付钱呢 为什么一定要付了钱才能看病呢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理解 发生在这样的发达地区 难道有关方面不好好的反思一下 而只是表扬这个出了200块钱的 善举的年轻人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老的时候 都会有进医院的时候 到医院的时候发现钱不够 怎么办 是回家去取钱吗 还是先治病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心中的答案一定会有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一起讨论 请不要点赞 订阅 转发专门 谢谢大家